之前在家上裝修時 嘗試上YouTube搜尋一些設計公司 找到你們公司的影片 我按進去看就發現那些裝修是我很想找的 其實全屋的設計都很滿意 特別是積木房 因為它是用積木做主題 它做出來的效果比我們預期中更好 就這樣看單位的室內設計 是否以自然間藥為主 其實推開這個房門 裏面還有一個秘密告訴你 在這間房間 設計師用了積木做主題 令整個顏色更豐富 我非常滿意你的公司 因為設計師回覆得很快 還有我們有什麼要求都盡量配合 工廠全隊很有首尾 而且他們也很有禮貌 最滿意你們公司有三年保養計劃 收納空間對於香港人來說 其實真的很重要 但現在一些新樓的設計樓底這麼高 就方便了設計師去做這些高台的設計 將雜物收在地台下面 就不怕被人看到了 整體我都很滿意櫃公司的表現 如果將來我有親戚朋友想裝修 我都會介紹你們設計情報中心 一入屋 就見到一個集塵列和收納功能 與一新的白色組合櫃 這個巨大的組合櫃 不僅能夠被屋主擺放很多雜物 櫃底更加裝了燈槽 令櫃好像浮在空中一樣 電視櫃用了矮櫃 另一方面 因為聽已經有一個大型組合櫃 用矮的電視櫃可以減少壓迫感 這間睡房以積木為主題 房內有不少傢司 都融合了積木的元素 首先是一個超大型的倒頂衣櫃 用了多種顏色的積木圖形 吸引之餘 儲物空間亦非常大 另外 書架和書桌都融合了不同顏色的積木圖形 這些傢司就好像由積木砌成一樣 換味十足 另一間睡房就是逛簡約風格 這間房亦有一個白色的倒頂衣櫃 天花的吊燈十分精緻 點綴了整間房 除此之外 加高了的睡床 層架和吊櫃底部都陷入了燈箱 增加了房間的柔和感 屋內還有一間雜物房 房內除了有一個倒頂的衣帽櫃 還設有地台 儲物空間非常之大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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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